音樂 哈囉我是劉哲 沒錯在這支影片上面的今天呢 就是我的生日啦 耶~~ 那說到生日啊 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麼 當然就是拆禮物啦 所以今年啊 我已經預先的在iHerb上面呢 挑了10樣我感興趣的東西呢 來當作我自己的生日禮物 那說到iHerb這個網站啊 其實我本來一直以為 它都是只有在賣營養品為主 但是這次我仔細逛了他們的網站 發現他們的種類其實還蠻多的 就包括一些生活用品啊 吃的啊等等的都有 所以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要跟大家一起來開箱10樣 我在iHerb上面呢 挑選我覺得好奇的商品 OK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好 那第一個產品呢 就是我手上的這個 Nellys的洗衣粉 那大家看到這個的第一眼 應該就知道說為什麼我會選它了吧 首先就是因為它的造型超級可愛 給大家看一下它這種 復古的有點這種鐵罐的包裝 是不是超級可愛的 而且它其實比我想像中來的還更大罐 然後它的後面呢 還有這種比較美式風格的 小漫畫插圖 上面是這樣子 那它裡面呢 是做這樣子洗衣粉的形式 我個人呢 已經用過它洗過一次衣服了 然後我覺得本身並沒有太強的味道 但是感覺起來就洗得還蠻乾淨的 這個裡面大概有100湯匙 然後我記得它上面有在賣這個粉的補充包 所以如果你用完的話 這個盒子也可以繼續使用 但是我覺得 這個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我覺得它的盒子啊 其實很不好開 就是它密封性很好 但是你這樣在拔的時候啊 其實真的要還蠻用力的這樣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它的小小缺點之一 但是它的造型真的是100分 讓我覺得洗衣服這種很煩的事情呢 還是多了一點點的小樂趣 這一點我覺得非常的讚 好那第二個呢 是這個Stature的一個可重複使用的 細數值的食品袋 這個算是我之前一直在關注的產品 因為我追蹤的還蠻多那種做料理的 YouTuber等等的 他們其實都有介紹過這個東西 我就一直還蠻好奇的 那它呢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我們平常在用那種 夾鏈袋的感覺 但是它更厚實 而且這個是可以重複使用的 那它有出不同的尺寸 我的這個是Sandwich尺寸 就是比較偏小小然後扁平的 你也可以把像比如說 雞肉啊 豬肉片什麼的 丟進去當醃料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拿來分裝食材 放在冰箱裡面 或者是說 因為它這個材料呢 其實也算是可以耐高溫的 有些人會把它拿來做類似那種 舒肥的用法 那我這一次呢 是有參照網路上面的食譜啊 買了那種比較厚的牛排 然後煎完了之後呢 把它包起來 然後丟到這個裡面 然後低溫去料理它 我個人覺得做起來呢 非常非常的成功 我自己算是也是有嚇到這樣 而且大家不要看它這樣 看起來好像有點笨重笨重的 但是它這個密封性其實還蠻好的 就是你一體放在裡面 它其實是完全不會露出來的 而且重點是它可以丟洗碗 其實這點對我而言覺得很加分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做料理的話 我覺得這個尺寸 我自己用起來覺得還蠻剛好的 但如果說你是料理要比較多人的 我就建議可以買比較大一點的尺寸 它有出那種有底座的 可以讓它在冰箱裡面站著 我覺得可能也會蠻方便的 這個我還蠻推的 第三個呢是這個牙膏 這個牙膏呢它是主打是無縫的 那大家知道說我身為牙醫師啊 其實去試用各種不同的類型的牙膏 也算是我自己的一個小興趣之一 雖然說孵化物它可以預防蛀牙沒錯 但是其實有聽到很多皮膚科的醫師啊 也有講到說牙膏裡面含膚啊 對於你嘴巴周邊的皮膚 可能會有一些比較刺激性 或者是會容易會長痘痘等等的 我自己也是在這附近啊 其實特別容易長一些粉刺 或者是長一些什麼怪東西 所以我就想說買一條不含膚的牙膏 試試看看一下會不會比較改善 我覺得它質地啊是這樣子有點膏狀半透明的 這個雖然說呢 它也是比較偏薄荷口味 但是它其實實際刷起來 它並不是那種 呃第一下就啪 我很涼的那種我很薄荷的那種感覺 它是那種薄荷在很後面 然後微微淡淡 你感覺得到它 可是它並沒有那麼強烈的 那它起泡力啊 其實算是中間偏弱一點點 就是它並不是到那種超容易會滿口都泡泡的狀況 我個人覺得它整個刷起來的那個清爽感 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 那因為我才用沒有很久 所以我還沒有辦法跟大家分享我的嘴邊痘痘的情況 但如果說你有在找韓服牙膏的話 我覺得他們家這個口味呢刷起來是還蠻舒服的 而且又很大一條 OK那接下來呢 是這個包裝也是非常可愛的 中間的烘焙麵粉 那因為平常啊 我自己有在自己家裡做麵包的習慣 但是我不是手做啦 我都是用那個麵包機 就是直接把材料丟進去讓它自己去跑這樣 我就想說 欸它有在賣這種麵粉欸 試試看不同種類的麵粉 做出來的吐司啊麵包的口感有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我收到之後呢才發現說 這個是gluten free的 就是它是無膚質的麵粉 所以我之前做的那個麵包的食譜啊 其實是不能完全造超的 可能那個成型的能力還是怎麼樣 跟正常麵粉還是會有一點落差 所以就是我第一次用它做麵包呢 我個人覺得沒有到非常非常的成功 它還是有成型 可是它整體的那個形狀啊 就是比我用一般的麵粉 比起來它其實就是凹了不少這樣 所以我覺得可能之後 我要再稍微研究一下 怎麼用它可以做出比較好吃的口感 那我實際用這個麵粉做起來的吐司感覺啊 我覺得它是屬於那種 比較散 就是跟正常的麵粉相比 它的那種柔軟的程度啊 麵包的彈性度是比較沒有那麼好 那因為我個人其實是沒有對那種 膚質有過敏的狀況啊 所以我沒有特別在追求這個 我膚質的麵粉 其實我覺得iHerb這一點也還蠻貼心的 就是包括你是全素的飲食啊 或是對膚質過敏等等的 它們都有一些那種設定可以選 就可以很容易輕鬆的找到適合你的產品 好接下來這個東西呢非常的小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特性 它就是一個護唇膏 造型也是很可愛對不對 沒錯我其實買東西啊 大部分都是先從造型下的時候 就造型可愛 我就會想買來試試看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它這個旁邊啊有一個咖啡 你們知道為什麼它旁邊會有一個咖啡嗎 因為它竟然是做咖啡口味的 我想說也太特別了吧 那因為我的嘴唇很乾嘛 我是屬於那種到哪邊我都會想要放一條護唇膏的 那我看這個牌子啊 它其實出了還蠻多種不同口味的護唇膏 然後又不貴我想說買來試試看這樣 然後它就是底部這樣旋轉就會跑出來的形式 我跟你們說齁 我一開始拿到聞到 我真的覺得 它就是那種咖啡糖的味道 但是它自己是完全不甜的 就是沒有甜味的 可是很香 就是非常的香 就是會讓你真的忍不住 很想要咬一口 那它的那個滋潤的程度啊 我覺得就是算還不錯這樣 就是過關 就是想到的時候擦一下還蠻方便的 好生活類型的最後一個產品呢 就是這個蔬果清潔液 自從我開始自己做菜之後啊 我就覺得蔬果清潔液真的是一個 非常非常棒的發明 就不論是像水果啊 或者是說比較難洗的蔬菜 比如說花椰菜或是那種夜半很多之類的 我現在洗一定都會用蔬果清潔液幫忙 噴一些這個 它自己就會幫你有一個清洗的作用 然後這個它其實也是很好沖掉 並不會到非常的滑 然後也不會有一堆泡泡 導致你會覺得很難沖或什麼的 然後它的成分也很單純 所以也不用擔心說 吃到會對身體有害等等的 而且又是做這種噴頭式的 就單手就可以操作 我覺得非常的讚 那接下來呢 在賣鹿山字頭的我啊 其實能送自己最好最好的禮物啊 說實在其實就是健康了 那在iHerb上面啊 它其實有非常多的這種 健康營養相關的補給品等等的 可以去做選購 那接下來就帶大家看一下 我到底買了什麼東西吧 好那首先呢 是這兩個 一個set 那這兩個呢 是我有追蹤的 日本的youtuber叫做 尼紅金富福 他們之前就有介紹過這個產品 右邊的這個呢 是烹潤土 左邊的這個是八重山的小球藻 那他們是號稱說 因為它可以幫你排除說 你體內的一些重金屬 一些毒素之類的 然後我看他們說 他早上的時候啊 都會空腹的時候 水然後加一點這個烹潤土 去攪拌喝 然後再配那個小球藻這樣子 我想說我真的好好奇 就是果然到了一個年紀啊 對這種養生啊 排毒之類的 就會覺得很容易被吸引 很想知道說 他們的功效到底是怎麼樣 還有他們吃起來到底是什麼味道 那我自己已經開始吃了一段時間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這個烹潤土啊 大家是不是很難想像說 烹潤土到底是什麼東西 它是粉嗎還是什麼 但它其實是比較偏液體的感覺 它是有點稠稠的樣子 你看它會有點這樣黏住的感覺這樣 那這個用法呢 它就是每天建議吃一茶匙 然後你可以把它混在那個水裡面 什麼的就一起把它喝掉 然後另外這個小球藻呢 它就是這樣子顆粒狀的 我把它倒出來 因為我這次買到的 它是比較小的包裝 就是它是紙盒的 所以量沒有那麼多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這樣子小顆小顆的 我就把它放在這個 我的小盒子裡面 這個一天呢 是建議要吃十顆 算是還蠻多的 烹潤土啊 意外的 它其實說實在的完全沒有味道 就是你直接加在水裡面 你不講直接喝 你可能也不會特別發現 有什麼異狀的那種狀況 所以這點我就覺得說 啊 太好了 因為我就是很怕它有那種怪味道的 那但是這個小球藻啊 我不得不說齁 它其實味道上面啊 聞起來我只能說魚飼料 就不得不說我每次在吞這個 我都覺得我好像在吃那個 池塘旁邊投石塊 還要就會掉一個飼料給你的那個味道 就它味道其實還蠻重的 可是因為我想說買都買了 而且就是想到說 好 它如果真的可以幫我排出 我的體內的一些毒素啊 或什麼之類的 OK 像魚飼料又怎樣 我吃 我吃 我都吃好嗎 所以這個是我最近早上的時候呢 在嘗試的一個新的營養的補給品 希望它對我的身體呢 是有幫助的 接下來呢是這一罐維生素C 這個是iherb他們的自由品牌 它一定是含1000毫克的 然後它是做這樣子膠囊的形式 它也是完全沒有怪味 那當然我選維生素C呢 除了是看中它的看氧化的能力之外啊 它對於皮膚啊 然後膠原蛋白 或是預防感冒等等的 就是它好處實在是太多了 那我之前平常是只有定期在吃B群的習慣 我沒有再補充維生素C 所以我想說趁這個時間買一罐 就是這樣一天一顆吃一陣子試看看 目標呢就是今年可以打造出一個更健康的身體 那今天要介紹的最後一個呢就是這個 它跟剛剛一樣呢是iherb的自由品牌 California Go Nutrition的 它這個呢是Omega-3的優質魚油 其實我挑這兩個啊 都是看他們的那個排行榜 第一名的 我就會想說好點進去看一下 看看大家都在買什麼這樣 因為身為一個重度的用眼的族群 上班的時候啊我會配戴放大鏡 然後下班有時候要剪片啊追劇啊 然後我無時無刻都在滑手機等等的 就我一直會還蠻擔心說我對我的眼睛造成的負責 但是還蠻大的 那魚油啊就是除了對眼睛好之外 它對你的大腦心臟什麼的都很有幫助 所以我想說 欸好像可以挑魚油來幫自己的眼睛就是補補看 那它這個呢一次是建議吃兩顆 它就是這樣子很漂亮的一個魚油的膠囊 因為我很小以前吃過的那種魚油啊 它是有那種很臭的一個魚腥味還是什麼 就那種特有的味道 所以我其實本來很擔心說它的味道會不會就是很臭 然後讓我覺得很不想要吃它 但是我跟你們說 這個真的是完全沒有什麼怪味 我這樣很近的聞 我甚至都聞不太到什麼特別的很臭的味道 這點我覺得非常的棒 超感謝它的魚油沒有怪味 所以就是每天吃它你都不會覺得說沒有壓力這樣 這點我要給它大加分 OK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年在iHerb上面呢 拿給自己的生日禮物啦 那我這次逛起來的心得呢就是覺得他們家的品項其實真的非常的多 雖然說偶爾會遇到一些缺貨的狀況 但還是輕鬆的就可以在上面挑到一堆 我自己有興趣或是沒看過的商品 那不只是營養補給品 像是他們一些食品啊 生活用品等等的 我覺得其實也是還蠻不錯的 而且我覺得其實它上面很多東西啊 都沒有想像中的這麼貴的感覺 然後它免疫的門檻啊也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覺得即使是小資族啊 你也都可以輕鬆的購入一些你自己有興趣的商品 而且重點是現在它竟然還支援有全家電刀店的服務 然後我最大推的一點就是我覺得它的送貨速度非常的快 就有時候想說 嗯它是台灣發貨嗎 怎麼可能會這麼快就寄到我家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跟我一樣啊真的很不耐等的人 iHerb呢我覺得它的速度啊讚讚讚 那以前iHerb呢有一度因為關稅的問題啊 沒有辦法寄來台灣 但現在呢已經OK了 那現在它回歸之後呢 住在台灣的大家就有更多的選擇 那我在這邊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目前台灣對於關稅的規定 簡單來講就是現在每一個人呢 在半年之內都會有六次兩千塊以下是免關稅的 所以我建議最划算的買法呢 就是買到超過免運的門檻 但是又不要超過兩千塊 這樣的話你就同時可以免運了 然後可以免關稅 那這一次呢我有提供我的優惠碼送給大家 如果說你是新客結帳的時候呢 輸入這個優惠碼 就想第一次購買全單八折的優惠 超級划算 那這個是一個人限用一次的 那如果說你是之前有在iHerb購物過的舊客的話呢 你可以改輸入這個優惠碼 單比買70美金呢 就可以一樣有八折的優惠 欸八折省超多耶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那新的一年呢我的願望啊 最主要還是希望可以健康開心啦 那我會把所有的優惠資訊 然後他們的網站都放在底下的資訊欄裡面 有興趣的人呢也可以去逛一下 OK那今天影片就是這樣啦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祝我生日快樂 大家掰掰